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阿余来领受祂的应许 领受祂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恩主主啊我们在一次地向祢献上我们的赞美跟感谢 父阿谢谢祢 主啊若不是祢拣选我们 若不是祢吸引我们 若不是祢开我们的路 主啊今天我们没有人可以在这里来敬拜祢 父阿我们为今天我们在祢面前的聚集 向祢献上我们的赞美 父阿余求主祢的今天祢来保守我们众人的心 主啊祢赐给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 好让我们无论站着的坐着的 主啊我们都一同从祢来领受 主祢要赏赐给我们那更新的智慧 主啊好让我们能够在能够选择的时候 我们能够按着祢的心意来选择 哈利路亚 父阿帮助我们 让我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中 我们将这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生命充满了艰难 生命充满了种种的挑战 但是无论如何 其实我们都需要相信上帝在一切的事上 祂掌权 祂作王 在我们教会我们 期待我们能够进入到上帝的给我们教会的意向里面 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一些的目标 于是在这个目标里面 那我们就需要有一些的计划 有一些的活动 所以我们在各个的小组里面 我们期待能够透过小组的力量 能够使我每一个同工们 都能够进入到上帝的祝福里面 所以我们有安排了许多小组福音的行动 那这些东西我们还会再做一些的调整 好比是说3月21号的福音旅游 但是可能时间来不及 所以我们需要往后延一周 但是我们也看见 就是说因为我们这次打算去桃园 但是因为在桃园 那个太多样化 所以这一次我们可能要反向 我们要期待弟兄姐妹先报名 我们才能够按照参加的人员 我们要为你设计比较合一的活动 否则年龄城太大 我们设计去骑脚踏车就不合适了嘛 那如果年龄城太小 我们都设计一些人文之旅 哪看不 所以我们很期待这一次能够让 那个请这个 因为这一次主折的是 这个美军跟邱惠小组 期待这两个小组 你们能够发挥 这个主动的积极的精神去寻找 然后呢 我们透过这一些的能够参与的弟兄姐妹 或者福音的朋友 我们来为你设计一个 比较合一的一个旅游 那因着我们能够接触 因着我们能够在一起分享的缘故 我们就能够更加的认识 然后也就能够更加的容易 彼此相爱一些 然后我们就可以带很多人 来到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的教会因为人多恩典更加的险多 那这个在厨艺教室 或是说福音的参会 亲子的座谈 我想这因为这都在四五六月份 就是在接续的 那其实都需要大家的参与 那我们这一次我们的特色是 不是全部都是由教会的全职同工 来做这一些的主导 而是希望要由弟兄姐妹 我们自己一同来做这样子的主导 我知道 是在大家百忙的生活里面 这些事情没有一个是容易的 没有一个人隐隐抵触的 等做这些事情 我知道没有 但是我们在今天讲到说 应有的天国智慧 我们有智慧的原因是什么 目标是什么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怎么选择 那有一个目标就是告诉我们 先后的次序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 一方面分享上帝的话语 如果我们讲了很久 都是讲到圣经讲什么 但是对我好像没有关系的话 那我想这就有点可惜了 所以其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我们实际的把我们所领受的 让他能够活出来 那我怎么看圣经 我都觉得圣经里面上帝里面充满了祝福 那充满了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人生所需要的一切的能量 在圣经里面都记载的非常的清楚 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讲到说 所以不要忧虑 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谁所求的 那我们虚用的这一切 谁知道 那各自他这里讲到 希尔记说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上帝知道跟上帝给你 还是有差距的吧 那我们怎么样 我们知道上帝他创造万有 他安排我们人生所面临的每一个困难 每一个关卡 每一个 就像是那个小米人师哥讲到说 在人生的每一个小战 在我们任何的 你认为是不小心或什么 我跟你讲上帝都有计划 但是在这些事情里面 你所需要的上帝说什么 他都知道 但是能不能得得到 却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先后的持续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在圣经的四福音书里面 重复的讲到很多次这一段的经文 尤其是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里面 讲到对于一个完全人 你需要做什么 你需要 你需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因为 这个不是说我们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都不用去思考 也不像是一些的外邦人说 那我们就都不用做事 上帝就掉面包下来给我 这不是这样 上帝也没有这样讲 但是他跟你讲到一个叫什么 先后次序的问题 你先有这个 才会有这个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 连那个也没有了 我们拿了一个入场券进去 除了兑换这件事情 还能够给你另外一个 你买了个电影票进去 因为你买套餐 所以还会有可乐跟什么 爆米花 对不对 你如果连那个电影票都没有 那个东西当然就没有了 所以你知道 是上帝的话语讲得很清楚 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但是 那什么叫做神的国 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了 好像讲到的是一个事件 那第二个 马可福音的九章一节说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 有人没有藏死位以前 必要看见神的国 大有能力的降临 这常常是我们的祷告 我们期待我们所信 那神的国大有能力的来到我们当中 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神的国是有能力的 而且 它是一个 我们可以感受到的 它是一种能力的彰显 那 路加福音 十七章的二十到二十一节 法利赛人问 神的国几时来到 耶稣说 神的国来到 不是言所能见 不是在这里 也不是在那里 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 这个明明的告诉我们 神的国 神的国 他的抑郁很丰富 我们在永恒里面 有一个神的国度 可是在现在 我们不是要等到有一天 我们进入的永恒里面 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中 而在耶稣的应许 如果我们 现在 我们能够进入祂的国里面 我们就能够有一种能力 大有能力的领导我们的当中 所以神的国是一个非常丰盛的应许 祂是有能力的可以领导 祂不是一个地方 不是我要去任何一个地方 才能够进到神的国 我不是说去祷告才不好 但是我也不是说只有那个地方可以 而是当神的旨意能够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国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 这是一个什么 带着应许的诫命 然后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这是什么 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这个神的国在前面 然后我们自己的需要放在后面 所以我们的责任要把这个先后的顺序放对 如果我们追求那一些世上的东西 那我跟你讲 神的国 神的义 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那圣 也许这就是如同神所告诉我们的 我们所需用的 神是知道的 但是知道跟得到 那看你什么时候你想得到 好 那 所以 当我们讲到说 我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个实际的上面告诉我们的 就是说 神的国就是神旨意管制的所在 是关乎我们的行为 而什么是神的义呢 那 神的义 就是在于 祂的属性 是关乎我们的生命的问题 所以我想要跟听众姐妹 因为我们把 如果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我们必须要在这两件事情上面 我们定准 神的国的意思就是 我能够完完全全顺服上帝的旨意 那神的旨意能够在我的生命里面 能够运作 那 以马列利的生命 就能够在我的生命里面 可以发挥果效 有神同在的地方 就是神旨意可以运行的地方 那我们就要常常思想 那我现在的生命状态 是神旨意可以运行的吗 如果你生命的状态 是神可以运行的 那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就进入神的国里面 神的义 其实是关乎我们生命的属性 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你是个好人 有时候也会做坏事情 也会做好事情 好人做坏事 也经常有嘛 那 但是 因着耶稣的血 我们的信 使我们成为义 所以我们因着我们是义人 我们就不自责 因为我们有所谓 有神的义 我们就能够 只要借着信 我们就能够进入到 我们的生命 就能够一天一天的改变 我们有一个完全的应许 但是我们却要有一个 十字架的道路 使我们能够慢慢的进入完全当中 那 我们所追求的 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 就是服在上帝的旨意 跟管制以下 活出上帝的形象 跟柔美 那 所以 因着这样 所以主他就应许我们 当我们进了我们可以进的本分 那神就应许我们在我们的生命 跟生活方面 我们不仅是需要的 而且 不但要给我们 而且还要怎么样 加给我们 这是上帝的应许 好 所以 我期待我们今天 我们能够 借着这一些的经文 好让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能够领受天父的心意 领受上帝的应许 还有祝福 而且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智慧的心 能够让我们能够努力进入天国 因为 马赛福音告诉我们说 他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那我们是不是 一个能够遵行天父旨意的 这要时刻醒察 因为我们的心如何 我们自己不知道 那 另外 他讲到 他讲到说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 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去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说真的 我有时候想到这些事情 我会觉得说 还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那若不是靠上帝的恩典 我们是真的没有一个人 可以进得去 因为我们常常 我们诚实的说 我们常常知道 我们知道的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们却行不出来 我们想要行的 但是我生命里面另外有一个律 你知道这个保罗痛苦 我们常常因为读圣经的时候 看见这些的字句责备我们 我们也很痛苦 所以 我想我们今天 我另外有 我想从 以赛亚书的六章 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去 我们能够在这里来思想 我们如何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国中 在以赛亚书的六章一节 他讲说 当约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来我们一起来念 其上 彼此呼喊说 圣灾 圣灾 冠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 因呼喊者的声音 门槛的根基震动 垫充满了烟云 那时我说 祸灾 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 君子耶和华 有一个沙拉佛飞到我眼前 手里拿着木炭 是用火箭从坛上取下来的 将炭沾着我的口说 看啊 这炭尖了你的嘴 你的罪恋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猜浅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 我在这里 请猜浅我 他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要是这百姓心蒙自有 耳朵发尘 眼睛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便得一致 这段经文大概是 以赛亚书里面被 引用最广泛的 我们 年轻的时候 那个 那本书叫什么 敬拜人生 他教导 他用这一段的经文 去教导我们 敬拜上帝的一些的步骤 他讲到有六个步骤 我觉得也是 也讲得很好 他说我们需要转移心境 然后才能够朝见上帝 我们需要全心的投入 来颂赞上帝 我们需要洁净自己 来亲近上帝 专注请心 静听主旨 然后 灵敏的回应 顺服上帝 恳切的祷告 祈求上帝 这是 其实讲真的 这个是很好的教导 如果你每一次 我们在每一次 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 按照这个步骤来做 其实真的会很好 但是我想我今天 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一样用这些的经文 我们来看见四件事情 我们要能够看见 第一个我们看见上帝 第二个我们要看见同工 第三个我们看见自己 第四个我们看见国度 那以赛亚是谁 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 他告诉我们说 当乌西亚王约谈 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 这个 这个以赛亚他得了末世 然后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然后 神启示他的仆人说 天啊 要停 地啊 策而停 因为耶和华说 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 他们竟然背离我 上帝有一个非常深的悲伤在他的里面 所以他透过这个先知 其实你后面看见的 就是先知所宣告的 很多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 因为上帝知道 这些的百姓是有蒙的心 这些百姓是不会悔改的 所以神只是要求 要他的仆人宣告 那上帝的认定 宣告这些地上的罪行 所以乌西亚王是谁 乌西亚王是以色列里面一个非常大有公鸡的国王 那他的文公武制 非常的建造了以色列非常大的疆土 而且他也使以色列人的宿敌向他进贡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在那个时候 他是一个非常大有人力的君王 而且他很聪明 他能够在城墙上面设立非常多的机关 他能够可以射箭可以甩石头 他有很多的机器设备 然后防卫他们自己的城市 所以这是个非常棒的国王 那但是呢 他后来他犯了一个问题 因为他觉得他大蒙祝福 他无论到哪里神都使他很痛 于是他觉得这个祭司们干的事情 应该他也可以干 可能干得更好 所以他就直接到圣殿里面去献祭 结果祭司长带了八十个不怕死的祭司 冲进去拦阻国王 不让他献祭 结果那个而且警告他 结果那个国王他这个乌西亚王 他要跟祭司抗衡的时候 他身上就发作了大麻风 所以他就迅速的脱离了 就逃出来了 然后他到死 大麻风没有好过 在列国的时候的 南国有八个好的君王 但是在这些君王当中 没有一个下场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这都是我们的见解 这真的都是我们的见解 那于是当乌西亚王是一个国力那么强大的时候 在初代教会的历史里面 讲到说以赛亚 以赛亚是乌西亚的亲戚 所以他也是皇亲国戚 那有的说是堂弟 有的说是侄子 不管怎么样 反正是他们家的人 所以他跟皇室有更亲密的关系 所以当他看见这个国王怎么 到后来怎么那么糟糕 那于是他的那个儿子 约坦那些人起来当王 这些人非常的没有能力 所以他就非常的担心 所以当我们看到 在以赛亚书六章的第一节的时候 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不是崩的那个时候 而是那一段时间 因为他已经不能逝世了 所以是约坦在那边做国王 所以国家就已经不复 像这个约西亚王在的时候 那样子的强盛 以至于一个身为皇家的一员 他心里面就非常的担心 那以后怎么办呢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组织一个顾问团 来协助这个君王呢 他想了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方法 但是他发现想了这些东西都没有用 于是他得到一个智慧 他要来寻求神 所以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见 其实神所要的允许一些的环境 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看见他 因为我们在太平顺的环境里面 平常太阳太耀眼 以至于你不知道星星的存在 所以上帝他就经常的 把我们放在一个困难里面 所以在诗篇的七十一篇 就是今天早上我们所读过的经文里面 他说神啊你的公义甚高 行过大事的神 谁能像你 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极难的 你是叫我们多经历 不是只有经历一次 而是经历好多次 不断的去经历 但是你必使我们复活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调准的眼目 我们就会看见风浪 而没有看见上帝 所以 其实在七十一 四篇七十一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 他说耶和华我投靠你 求你叫我永不羞贵 求你拼你的公义搭救我 救拔我 侧耳听我拯救我 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 这句话非常重要 我们一起来练 请 你已经命定要救我 因为你是我的磐石 我的山寨 如果这个我们所侍奉的神 他非常好非常棒非常有能力 但是他不愿意救我 那与我合一呢 可是当诗人他在神面前 他敬拜神的时候 他得到的启示是 你是我的高台 你是我的拯救 而且你已经命定要救我 那所以你已经命定要救我的原因 所以我后面的这些事情 我就不用担心 所以如果是你没有上帝给你一段 没有给你一个确据的话 你就会担心 那所以当他转移他的眼目 那他就能够看见了 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 遮满圣殿 他看见不论人世间有多么的动荡 无论洪水是不是在泛滥 但是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 神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面 他的衣裳垂下来 是那么的顺畅 是那么的平静 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事情 那是为什么 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计划里面 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他知道 那这个事情我们就会慌 我们就会忙 所以当神使先知看见这样子的异象 那我们也很期待 能够也看见这样子的异象 可是诚实的说 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 常常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那我们看不见的时候 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未必需要看得见 因为以弗所书二章十字节 我们一起来练 请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我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所以这告诉我们 预备叫我们行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上帝对我们有计划 但是需要经过一些的制作跟训练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他是叫我们经常经过这些重大的激烂 好让我们经常能够回过头 来寻找他 来体贴他的心意 那在约翰福音里面 四五章七节说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其实神所要的 不是只是让我们能够看见一个异象 他让我们看见 或让我们经历都是有目的的 他让我们看见 是因为 以赛亚真的需要看见 那你需要看见吗 我不知道 每一个人对上 就是 我以前读荒漠甘泉 那 看见他里面讲到一个故事 讲到说有一个姐妹 她在一个很困难的状况里面 她向神祷告 然后 但是总觉得 祷告到墙壁而已 那没有办法通过他们家的天花板 那 可是 他就持续地祷告 然后 非常的痛苦 有一天 上帝让他看见一个异象 看见 有几个姐妹跪在那边祷告 那 耶稣 倾听他们的祷告 然后 走过第一个 视若无睹 就走到第二个 然后第二个 拍拍他的肩膀 那走到第三个 就把他从地上抱起来 然后耶稣就 问这位姐妹说 你看见什么 他说我看见你好爱第三个 他说不 我每一个都爱 只是每一个儿女 她的景况 她的需要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按照我所造她的样式 用她需要的方法来对待她 所以神有时候 让他 让以赛亚看见异象 我们不能够说 你要让我看见 你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 我才确认 你垂听我的祷告 不是 我们需要很清楚地知道 他知道 而且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这是他的心意 不只是要让我们看见 而且要他藏在我们的里面 耶稣他应许我们 他永远不再离开我们 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有一个神的灵 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外面 找那个原来在我们里面的 但是在我们里面的 在太多顺遂的景况里面 你不容易看见 所以 神把圣经赐给我们 每一次我们需要面见神的时候 我们就是需要读他的话 在我们里面的 耶稣告诉我们 说 父要才把我回事来 叫他怎么样 提醒我们 他所告诉我们的话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神的话 藏在心里面 我们就没有办法被怎么样 提醒 提摩太后书里面告诉我们说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 有什么 得救的智慧 有得救的智慧 所以我们需要把上帝的话 放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在我们一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上神仰望 他就能够让我们想起 他所对我们说的话 这个话就是我们可以得到拯救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者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预备行 又是预备行 预备行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 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个计划 但是这个计划你现在不会 你现在没有看过使用说明 你现在去做一定做不好 你要看完使用说明 你要把使用说明读得很后测 让上帝的话在你那里面 成为你的生命 你才能够怎么样 你才能够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当我们愿意移转眼目 我们来与神相遇的时候 我想我们就会 不见得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有异象 但是我们却能够每一天都聆听上帝的话语 我们要持续读圣经 直到将神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我们坚持需要怎么样 一年把圣经读一次 那我期待我们所有的小组 我所有的弟兄姐妹 好不好为你生命的缘故 为了你能够在今生得百倍 来世有永生的缘故 请你把圣经好好读一次 圣经读一次很困难吗 总共圣经有1189章 那新约有260章 旧约有929章 所以你定下志愿要怎么样 你只要新约每一天念一章 旧约念两章 诗篇念一章 真言你要常常的看 因为他都是一段一段的格言 这样来讲的话 你在一年里面 你刚刚就看了嘛 你在一年里面 你一定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 我也期待 我也会请我们的同工 把我们教会周报上面的读经的进度 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就开始按照这个辩 每一次小组聚会的时候 每一次我们分享的时候 请大家彼此提醒对方 你读经了没有 你读圣经了没有 如果你期待每一天能够像以赛亚一样 他能够看见上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你一定要能够聆听到他的声音 否则我也可以画个画像给你 你就每天看那个就好了 他对你的生命没有帮助 你必须要有一个以马类利的生命 你要把上帝的话语放在你的里面 好让你能够谨守尊心 好让你能够蒙福 好让你的生命能够刚强 我们常常软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 没有上帝化的缘故 所以在历史历代很多的基督徒 经常祈求复兴 可是当有一些的牧者他们去研究 发现了全世界历史历代的复兴的状态 都很多的不一样 可是只有一样是共通的 就是在复兴以前 那一班人他们热切的起来读圣经 不是我这里所定规的一张两张 一张一张这样子的读法 而是他们五张十张 那一卷一卷的读 他们有时间就读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曾经我的辅导 他告诉我说他们领受的挑战是 一生要把圣经读一百次 所以他们就 真的我是看见他在我面前是成为 我是真的是看着他们是很好的见证 他们身上有一本圣经 经常等车的时候 什么时候就拿起来看 就拿起来看 所以你需要去领受这样子的东西 你需要参加教会的查经 让你能够把圣经的这一些的 所有的讲论 所有的讲论 让你整理成有系统的 否则你很多的时候 读到后来看见那么多电话簿 就是随身随随身随随身随 你就昏倒了 对不对 其实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 我们一起学习 我们彼此提醒 我看我母亲他们在真理堂聚会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教会有定规 说我们一年一定要把圣经读一次 那于是他们就有一些老妈妈 就觉得眼睛不好 觉得反正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难处 这是同意 那就没有把圣经赶上进度 那于是他们就加开一节聚会 请那个进度不到的妈妈们都来 来今天不讲道 不敬拜 我们开始读圣经 不要讲话 开始看圣经 然后把进度赶完了 你就可以回家了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起 我们也是需要这样子来 彼此的要求一下 因为这个是对你有益 这个是因为你是我的肢体 我需要 我期待 你能够在圣经的根基上面 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得以完全 你都不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事情 那你怎么能够完全呢 所以当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时候 那我们就需要做这件事情 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的 接下来我们在这一段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 是看见上帝让我们能够看见同工 那沙拉福的势力 沙拉福的原文里面就是燃烧 好像你在 当你看见上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 有许多人 于是你的眼目被开启 从上帝的眼目看出来 你就看见在上帝宝座的周围 有许多人焚烧着在侍奉神 你知道他讲到焚烧 我就想到马杰博士 他最有名的一句话 叫做 宁愿烧尽不愿朽坏 这是在淡水那个马杰 马杰路和马杰街的那个雕像 他底下的那一句话 宁愿焚烧不愿朽坏 服侍神 你没有一个愿意焚烧 没有一个热情在你的里面 你是没有办法服侍神的 所以 当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见什么 我们看见有沙拉福势力 那有六个翅膀 两个翅膀遮连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分霞 沙拉福的势力的意思是带用 不是说我今天我要服侍 很热切的服侍 来到教会说 你要给我服侍的机会 不一定 当我们预备好了以后 我们等神的时候 等神的命令 所以要示力 然后六个翅膀 有翅膀的意思表示什么 你有能力 但是这个能力用在哪里 两个翅膀遮裂 他们是敬畏神 他们不祈求 我今天飞得高 我要看得远 他不 他因为知道上帝在 所以很多的事情 他就竭力的做一件事情 他来敬畏神 然后呢 两个翅膀遮脚 他不让人所看见 他隐藏他自己 然后两个翅膀飞翔 他持续的继续的服侍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 服侍上帝的一个 标准的态度 你是很有能力 但是不是全部都拿来做那件事情 而是你需要持守 你需要用你的能力去隐藏 去遮盖 很多的事情 你是不需要让人家知道的 而不是每件事情 你都是非常的powerful 这个事情我来干就好了 不 不是这样 一个有能力的人 你需要隐藏 你需要敬畏神 然后 而且你努力的 努力的只有一个 就是全心的来敬拜神 圣灾圣灾圣灾 这个有很多的讲法 但是当你全心的敬拜 你才能怎么样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当你全心的敬拜以后 你才能够看见上帝是有荣光的 所以你没有在敬拜里面 你是看不见上帝有荣光的 所以我们常常不能够看见上帝有荣光的原因是什么 当我们看见同工的时候 我们也看见他的软弱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同工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那些得罪我的地方 于是我就在心里面盘点了一次 而且骂他千遍也不厌倦 常常我们看见他总是能够添一些新的事物出来 你知道我知道那是我的情况 我不是讲你那是讲我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人就是会有败坏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你自己有罪 你才能够去寻求 你求神看你的眼睛 让你看见你同工的美好 让我们彼此的说怎么样 圣灾圣灾 这是我们要彼此的来说 所以不能看见就是因为你看见太多别的 你没有看见上帝创造的容美 其实我要跟你讲的是我们需要怎么样 我们今天我们早上的经文告诉我们说 我们却要常常的盼望 并要愈发的赞美 常常盼望愈发赞美 这个是当我们面对神 我们看见神 我们领受上帝做者为王的 这个意向的时候的启示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我们在任何的情况里面 我们都需要怎么样 常常盼望愈发的赞美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你跟我说 常常盼望愈发赞美 我们在任何的情况里面 我们需要学习来赞美神 那历代之下里面最有名的经文 就讲到约撒法 那约撒法他走投无路了 于是去祷告 然后神借着先知告诉他说 因为圣拜不在乎你只在乎神 所以你们需要摆正站着就好 于是约撒法他们去领受了这样子的 上帝的话语以后 然后他们用极大的声音 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领受的那天他们就赞美了 然后接下来的第二天早上 他们把这个约撒法他站着说 犹大人和耶路撒人的居民要听我说 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利稳 信他的先知就必恨同 于是他就设立了歌唱的颂战耶和华 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他 然后赞美耶和华说 当称洁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当他们在赞美的时候 那这些敌军神就击杀这些敌军 以至于这些敌军没有一个可以逃回去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是 他们这一群人不是借着上帝的能力 出去大的圣灵以后 我们回来开一个感恩见证会 然后我们回来赞美神 不 赞美总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却需要来赞美神 也许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赞美 但是我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 你需要赞美 我们常常在不容易的状况里面 但是我告诉你那是征战的时刻 你需要的是赞美你的神 而这赞美的产生的效果 和音呼喊子的声音 门槛的根基震动 电充满了烟云 所以当我们看见赞美以后 就是有改变 什么样的改变 彼此改变了 好比是说 我来到教会里面 我没有信心 我有极大的压力 放在我的生命里面 迎着我旁边的弟兄姐妹 极力的赞美神 于是我的心被激动起来 我也改变了 如果我们来到一群人中 每一个都愁眉加苦脸 一副倒霉相 那你想呢 我们的心就下沉了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如果相信神做的为王 我们就需要尽我们的责任 我们需要大大的赞美 如果神有给你去世 你知道为什么要来赞美他 我冲到这么倒霉的状况 我还是能够来赞美他 那你就会得着改变 你会得着一个 刚刚我们所说的 你就能够看见 你得到一个智慧 你能够看见上帝的什么 荣耀 所以如果我们常常的不能赞美 就是因为你风浪在你的前面 你在风浪当中 所以你没有办法见到上帝 有的时候我们 真实的说我们常常觉得 我们身处在像大会讲的一样 我们放在祸坑里面 我们在淤泥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逃脱 我们看不见盼望 但是这个时候圣经教导我们 我们需要赞美 也许你刚开始的声音很微弱 十篇十六篇告诉我们说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 他在我的右边 我便不至于摇动 所以我才能够怎么样 心欢喜灵快乐 我的肉身能够黯然居住 这是一个复兴的景况 这是一个蒙福的生命状态 的根基在哪里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 摆在我的面前 是我们一个主动的一个决定 是我们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需要把神摆在我们的面前 来赞美他 当我们把所有的问题 把神放在我们跟问题之间 我们就能够赞美他 如果我们每一次都仍然是学习 把问题拿到神的面前 你会陷在问题里面 你需要把神放在你跟问题之间 你需要在神的里面 这也是神 他呼召这些心悦的百姓 你要在我的里面 我就在你的里面 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 在赞美的时候 我们能够得到的好处 在以下亚苏 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 那个时候我说 或在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截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截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君之夜而花 在这场经过里面 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 我们不是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半天都是别人的错 而是我们要不要看见 我们自己的问题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约翰一书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甚至信使的是公义的 还要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击我们一切的不义 罪是会让我们痛苦的 病让我们的肉体痛苦 但是罪让我们的灵魂痛苦 你觉得你的灵魂受压制 你是有罪 你需要求神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 需要被改善的地方 在诗篇的120篇里面 他说他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 的事情是什么 他说求你救我脱离 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 然后他讲说 诡诈的舌头 我要怎么样来对付你呢 要用这个勇士的利剑 跟罗藤木的炭火 那其实我想我们今天 回到以赛亚书里面来讲的时候 当你知道每一个服侍神的人 那个嘴巴都是被对付过的 炭火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听过一个见证 讲到我的母会 宣导会 那宣导会在19世纪初有一个 很有名的布道人 很有名的牧师叫托雷 那他布道的时候 他非常有圣灵的恩高跟能力 然后带来很大的复兴 可是你看看他传记的时候 发现他曾经 他是他刚出来服侍神的时候 他心里面充满的火热 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标准 觉得服侍神的人应该要这样这样这样 所以有一天他们邀请一个 从南美洲宣教回来的宣教师 在他们的教会做见证 这个宣教师讲话声音不洪亮 然后非常的尖锐 而且经常没事就拿着手帕这样擦擦 他就觉得这个凉凉枪 这凉炮 然后那服侍神怎么这样子 那边有荣耀都没有 那个大君王的这个荣耀都没有 结果他聚会完了以后 就奔着这个爱心说诚实话 跑到那个宣教师的面前跟他讲说 他说弟兄真诚的建议你 以后讲话的时候 声音想办法音量大一点 而且不要有太多小动作 结果那个宣教师就跟他讲说 弟兄很对不起 他说因为我这些事情让你难过了 他说对不起 因为我前些年在这个土著部落 步道的时候 我被他们殴打 以至于我的声带受损 所以我没有办法发出声音来 那我的拓线也被打坏了 所以我会不自觉的流口水 他说很对不起 如果这样让你难过很对不起 于是那个拓雷弟兄听了这些话 他跑到教会的地下室痛哭了许久 痛哭了许久 他觉得说主啊我怎么这样 然后就跟神祷告说主啊 你恩高他的那样子的恩高 你也恩高我 其实每一次讲到说 你用火炭来洁净我的时候 其实那个绝对不会是好受的 可是如果你连你自己需要被改善的地方 你都没有看见 他们还讲你没有办法被神用 你讲出来的话语是没有恩高的 是因为你的生命没有被对付过 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被捷径 我们需要被对付 然后到这个接下去的时候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一些的特会里面 就很很立刻就说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是的 这段的经文让我们能够看见国度的需要 可是你知道上帝跟以赛亚讲的另外一段话说 他说你要去告诉这个百姓说 听事要听见却不明白 看事要看见却不晓得 也就是说我呼召你 然后你愿意顺命而来 可是我先跟你讲 你所做的服饰没有一样有果效的 在这样子的服饰里面 你还愿意吗 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都期待 能够看见极大的丰收 可是问题是 以赛亚他所谋的呼召是什么 你去服侍 但是他们不会听你 你去服侍 他们不会改变 你愿意去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面见神 当我们单单的见到他 就知道他是可赞美的 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拦阻在我们跟他之间 我们在圣灵的光中 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自己的污秽跟缺乏 然而 我们 这一些的 不是这一些的软弱 这一些的缺乏 你要是等着说我养好了 我改变了 我成熟了 我在服侍神 不 我们需要今天就服侍神 因为唯有在服侍上帝的过程里面 我们才能够被建立 被建造 而我们服侍神的目的 不是因着有果效 那是因为有丰富的生命 会存留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 我们讲到是什么 我们应该有的天国智慧 智慧是要让我们做什么 选择用的 而目标 是让我们的人生有方向 而不是太多的方向 你不能够说 上帝你是我的唯一 我还有唯二跟唯三 不 你需要只有一个 你只能有一个 所以我们在今天 我们整段的经文里面 我想要跟弟兄姐妹讲到就是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征战 上帝经常把我们放在困难里面 我们要征战 我们才能够产生信心 我们要亲近神 我们才能够得着能力 我们需要赞美 我们才能够得胜 我们要知道罪 我们自己是有罪的 我们才能够蒙赦免 我们要尾声 我们才有办法能够完全 所以征战 就是需要转移我们的眼目 而亲近神 我们就需要勤读上帝的话语 我们要赞美 我们就知道无论得死不得死 我们都需要传福音 我们也都需要赞美 我跟你讲 要常常盼望欲发的赞美 亲爱的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 常常盼望欲发赞美 常常我们没有看见盼望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赞美 不是 你要常常赞美到看见盼望为止 然后 然后我们要知道罪 我们才能够蒙到赦免 所以我们要醒察 我们需要祷告 然后我们需要在小事上面 能够很忠心 因为 我们 我们 不见得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目标定做 一样是福士神 一样是在教会做这些事情 可是 你的目标是期待能看见我 那 这个不是上帝呼召我们的用意 很多的时候 也许你当 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 但是我真的期待弟兄姐妹 你能够好好再把以赛亚说到第六章 你可以再去看盼望 从不同的角度来不同来看 你就会发现 当我们能够看见神 我们从神的眼目 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那些可 那些美丽的同工 美好的同工 我们从 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 我们才能够看见自己的软弱 然后 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不堪 而上帝却因着他的爱拣选了我们 那我们 能够像神所摆上的 就是一个愿意的心 那神把我放在小组里面 我就在小组当中 其实我从起头服侍的时候 牧师就给我一个很好的教导 教导我说 因为我有时候会问牧师说 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做这个 是不是应该去做那个 牧师说 你不用那么麻烦了 他说上帝知道你电话 也知道你家住哪里 也知道你的 schedule 所以你就 不用到外面去找那么多 有的没的 来到你面前的 你认真的摆上 认真的做 我真实的是觉得 这件事情 是成为我们的保险 你不需要去外面找太多 有的没的 那你好好的安静在这里 让在小事上面中心 能不能够我们 今天小组轮到我分享 我能不能够提前两天来准备 这在小事上面中心 难道这个 我们能不能够每一天 按照我们所建议各位的 能够把应该要读的圣经 好好的读 这在小事上面中心 这个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 愈发的能够整全 有一首诗歌 有一首诗歌是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吃给你们 哈利路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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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可以重复唱到唱不完 这首诗歌是一个姐妹所做的 那Kerry她中文翻译成赖 我们赖家的人 赖家的姐妹 这个姐妹呢 她从小就有很好的音乐才能 所以她很多时候她在夜店里面演唱 然后很受人家欢迎 就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 去参加那个选美 结果才艺什么 结果她就差了几分 没有得到第一名 就是她第二名 然后后来她决定要服侍神 但是她到各个教会里面去交啊 去弄啊 搞半天了 得到的奉献了 刚好够她付汽油钱 其他的像是贷款啊 房租啊 她都没有办法交 没有办法缴得上 眼看着银行的数字一天比一天的少 非常的焦急 于是她想到说 她跟她妈妈讲说 她要全心服侍神的时候 那她妈讲说 那你这样子的话 谁付你薪水 她说神呼召我 神要付我的责任 所以因为她跟她妈妈这样说了 所以她觉得说 在这个时候 她也不可以再去找她妈妈 然后她于是想 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就到处打电话 打电话给很多的音乐教室 看能不能找到工作 但是辛苦了一天 没有人要聘用她 那天的傍晚 她极其的难过 一日消沉 可是在她里面 她还是决定 她说神好像对我隐藏起来 隐藏不了我要去找她 就是她就决定那一天晚上 她去参加教会的查经班 所以她主动去找神 那天牧师查考的经文 就是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经文 先求她的国和她的义 你们所需用的这些 她就要加给你们 这句话就成为她的瑞玛 这句话就在她的里面 这句话她就觉得是上帝回应她的话 于是她开始回来里面 就有一个旋律 从她的里面就一直起来 就是这首歌 就是这个旋律 然后当她把这旋律 她就把它写下来 然后她给了一些人 然后很快的这一首歌被录成 被收录在很多的专辑里面 后来她服事的一半所需要的费用 都是从这一首诗歌的版税里面来的 然后也因着这首诗歌 为她打开了很多国外的宣教之门 很多年以后 她有一天她跑到她在法国服事的时候 然后又碰到一个很大的难处 所以她离开团队坐在公园里面 然后思想她的难处的时候 有几个修女 法国修女经过那个地方 然后用法文唱这首歌 所以她心里面大得安慰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上帝的应许 这是上帝的应许 上帝她从耿古 现在未来她不会有改变 改变的是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在她的国度里面 我们没有期待去面见她 我们没有经常缺乏跟神有面对面的交通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用赞美 然后来表示我们 对她所给我们的困难是臣服的 是愿意的 是顺从的 以至于我们的困难经常在 上帝她知道我们所需用的 但是却没有办法给我们 是因为我们的方向错误 所以 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再唱一次这首歌 那我们就把 来 今天令田有来 来 令田来 这个令田就有一个好处 不用看谱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有音乐还是不一样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意义 这些东西都要下给你们 阿咯 阿密 阿姆 阿姆 阿 Hallelujah 你们要先求祂的国 你们要先求祂的国 和祂的意义 这些东西都要在你们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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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赞美你 Hallelujah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但是我相信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常常让我们经历许多重大的激烂 好让我们能够常常的盼望 能够愈发的赞美 所以我邀请弟兄姐妹 我们再一次的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们实在是把我们的神放在我们的面前 好让我们的心欢喜临快乐 我们的肉身才可以安然居住 好不好 Hallelujah 我们要先求祂的果和祂的义 你们要先求祂的果和祂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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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